五代时被称为杨丰子的书法家杨宁氏,发明了一种新鲜的吃法,羊肉沾九花酱。 一日杨宁氏骤沃,正鸡肠鹿鹿,忽然有邻居家大哥送来一盘羊肉,于是突发奇想,沾了九花酱来吃,看笔美味真羞啊。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杂作为答谢,这就是著名的九花帖。 九花帖千百年来备受推崇,被称为第五大新书,倒不是因为肥羊九花,而是因为其书法的极致之美。 张法舒朗而散淡,结构七侧而平衡,用笔筋道顿挫有致,每个字都仿佛是一朵九花,散漫而随性地开着,散发出强烈的艺术味觉。 他的另一个代表作《夏热铁》,里面还提到了一种肖下饮料酥蜜水,这是怎样的一种神仙水啊? 如也书间九月快乐书写经典书法主题,《闭尖上的美食》,将为你介绍这些书法作品背后的故事,敬请期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